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第四单元 血气精神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课程内容是林书本神篇 同学们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原文401段 原文首先是皇帝问齐伯 凡次之法 先必本于神 血脉银气精神 此五藏之所藏也 至其银翼离藏则今师 魂魄飞扬 致意恍乱 致律去生者 何因而然乎 天之罪于 人之过乎 何谓得气生 精神魂魄 心意至思至律 请问其故 那看到这一段皇帝的问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首先皇帝提出了一个问题 叫凡次之法 先必本于神 什么叫凡次之法 就是我们真次的这些方法 我们在真次的时候 首先第一点要想到的是神 那么什么是神 我们怎么理解这里他所讲的神的概念 我们一般来讲 神在内经当中有广义的和狭义的概念 广义的概念就是指 所有的人的一些生命力的外在表现 我在这里运动 那这是有一种神气的外露 所以我们说活人跟死人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在于死人他没有神 他尽管有躯壳有血肉 但是就是没有神 而活人哪怕是一个植物人在那里 你能感觉到他生命的这样一种气息 那这个就是神 那这是广义的神 那狭义的神 在我们灵书本神篇里头 那他更着重的强调的是 人的精神思维意识活动 那在内经当中的神 基本上就是这两层含义 在我们这句话里头 次之法本于神 他是指广义的还是指狭义的呢 我总结一下呢 首先第一点 我们就要看到 你要观察病人 看病人他的精神状况 看病人他的这种精气的状况 也就是说先要看这个广义的神的概念 就是他到底他的生命力如何 他的气血运行状况如何 所以从观察病人来讲 我们要观察病情的整体的一些反应 当然 他也包含了病人的精神状况 我们经常会看到 这个病人本来他就很畏惧打针灸的 然后你给他一扎针这个人就晕针了 那说明什么 如果你提前跟病人有一个沟通 你先观察了病人的状况之后 那么可能病人的晕针的概率就会少很多 那要做一个沟通 那这就是次之法先必软于神 除了在打针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病人的这种精神反应 他的人的肢体的反应之外 我们在针扎下去之后 我们还要什么 还要看 这个针扎下去了 你是只扎到了一个地方 还是真正的得气与否 我们在针扎里头一直讲 得气 什么是得气的概念 就是病人也能够感觉到 好像有酸麻胀痛这种感觉 而对于医生讲才 你手指下面如鱼咬钩 你有这样的感觉 那这种得气的感觉 其实也是什么 是病人对你的治疗有反应 不是像扎木头一样 扎下去 病人没反应 你也没反应 那这个都属于我们所说的神的范畴 次之法先必本于神 要本于病人的神 那还有一点要反观我们医生自己 我们内经当中 包括历代一家一直都说 握针如指虎尾 你就什么 你握着这杆针的时候 你就好像手里头拿着老虎尾巴 要全神贯注 要精神非常的精神 非常的集中 那这中间 也就是我们这个 先必本于神的第二个意思 要对医生而言 医生的精神也要贯注 所以凡次之法先必本于神 我们在扎针灸的时候 从医生和病人两个层面 都需要去关注 这是针次的一个基本原则 而这里他谈到的是什么情况 这个病人血脉银气精神 此五脏之所藏也 人体的五脏内藏了精气 内藏了神气 然而他现在什么 淫逸离脏了 淫逸就是指七情过度 过度的放纵 导致了精气 离我们五脏而去 精气的耗散 所以出现了魂魄的飞扬 神志的祸乱 那这种都是什么 精气神气都已经消耗耗散 那这种情况到底是人之过 还是天之罪 皇帝他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些人 产生这样的情况 这是上天给我们降罪吗 还是人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呢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又特别讲 说人是有精神的 那也就我们本身这一篇 着重要强调这个精神 那这个神 他里头包含些哪些内容呢 我听说里面有 德气声精神魂魄 心意志思志律 我听说这里头有这么多概念 都是跟人的精神相关的 那么这是什么 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们怎么通过这些 来了解人的精神状况 我们如何通过这些 来判断 我的疾病状况 就是人的精神状况 跟我的疾病有关系吗 那么我们看齐伯的回答 齐伯的回答呢 天之在我者得也 地之在我者弃也 得流弃薄而生者也 古生之来未知尽 两经相伯未知神 随神往来者未知魂 并经而出入者未知魄 这里他先把精神魂魄 那包括前面的德气声的概念 先讲了一下 那么在这个概念当中 天之在我者得 什么叫上天在我的是德 那我个人的理解 这个德就是天地之间的 无形当中的大道 这种规律 这种规律作用在天地之间 也作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天地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规律 比方说阴阳的变化 五行的深刻 这样的一种规律 产生了世间的万物 也就产生了我们人 所以这个规律 是从天地产生的时候 就开始存在的 而地之在我者弃也 光有规律 没有事物 没有这种弃的存在 那么我们也就形成不了人 所以地之在我者弃也 其实是说明了 天地之间的万物 这种气的聚和气的散 是由着天地之间的这种规律 而引起的 那这个规律就是德 所以德和气 叫德流气波 在天地的这种运转的规律下面 万物化生了 这是万物是在气的变化 化生了万物 所以我们说 而生者也 人也是这样就产生了 人产生了之后 那么 我们在人在最初产生的时候 是什么东西呢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 你的出生 我们尽管 庄子说 气聚成形 气散 则人呢 也已经没了 但毕竟 我们在刚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是有形体的 那这两个形 这个形体是什么 古人讲 生之来未知经 很早就观察到了 父亲跟母亲 父亲有什么 有经 母亲有什么 有 也有经 母亲的经 古人认为 就是 血 每个月有月事 而父亲的经呢 那可能就是今夜 所以古人讲 父经母血 二者相合 那么就能成 这就产生了生命 产生了人的最初的生命 所以我们这里讲 生之来未知经 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最早的 就是这一个经 两经相伯 未知神 父亲的经 和母经的经 相互伯结在一起 慢慢慢慢的成长 成熟 中间神就产生了 所以 精神 神的产生 神明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是父母经血 经气 在你 在母亲体内 慢慢融合 长大 成熟 过程当中 慢慢形成的 随神往来 这未知魂 并进而出入 这未知魄 从广义的讲 神 是指我们全身的 所有的这种生命活动 都属于神 但是古人讲 这总要分分工了 那么我们呢 又给他起了两个名字 一个叫魂 一个叫魄 魂是什么 我们平时看不到魂 我们每个人 我们说你身上有魂吗 肯定有魂的 那你怎么感觉得到 都是什么 失魂的时候 这个人走走马路 突然间撞着电信杆子了 我们说这个人失魂了 这是魂的一种表现 张建兵说呢 梦寐寐游离者 魂之相言 当你晚上做梦的时候 这是什么 魂的表现 所以我们说 随神往来 这未知魂 魂可能偏向于人的精神思维意识活动方面 而并经出入者 未知破呢 经本身就是偏向于物质的 而破 这个事情 这样东西 它的主宰的 可能就是人的一些生命活动 你的呼吸 你的呼吸是不是也有神管的 你每一跳心跳都有神管的 那这个神 我们说 内经当中呢 就把它归于破 认为是破管辖的 所以魂和破 一个呢 是随神的 一个是病经的 正好指出了 魂是精神方面 破主宰的是人体的 身体 肉体的这些方面 那到此 就是把人 如何生成 如何产生 精神思维意识活动 这件事情讲清楚了 那再往后呢 所以任务者为之心 心有所义 为之意 所以任务者 为之心 心有所义 为之意 义之所存 为之志 因之而存便 为之思 因思而远目 为之律 因律而处物 为之志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当你的精神 已经形成之后 你怎么样去处理事物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思维的过程 人的思维 他首先讲 所以任务者 为之心 人的思维 他要有一个部位 是谁来处理的 很早 论语 心之观则思 人的心的功能 就是思考 所以古人 中国古人 就把思考的部位 放在了心 那在这里呢 他就叫任务 这个任务 就是主管来认识事物 来处理事物 来思考 事物 那这个呢 就是任务 为心 心有所意 为之意 当我们每当 看到一个事物的时候 可能呢 我们留下了一点点印象 然后等到下次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追忆这个印象 这个印象里头 好像是什么样的 那这个追忆的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意 那意之所存 为之至 当你有很多很多意象的时候 慢慢慢慢呢 它就形成了 一个大体的 你的将来行动的方向 你的思考的一个方向 你的未来的一个大体的意象 那这个呢 就称之为志 也就我们说 人有了志向 但是你这个意象 你这个志向到底对不对呢 因思 因志而存 便为之思 这个志向 你还没有确定下来 你还要去什么 反复的去考虑 要想它其中的变化 考虑将来的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那这个思考的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 思 因思而远 目为之律 当你思考了 确定了你的志向之后 你开始什么 将来做打算 我规划将来 明年做什么 后年做什么 十年之后做什么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律 所以我们说 人要深谋远律 就是你要想的远一点 当你能够想的很远 根据你的这个规划 根据你的这个所想 然后来处理你的生活 处理你的所有的这些工作 那就是什么 称之为志 因律而处物 称之为志 所以 智慧是怎么产生的 它其实是在不断的 你看到了很多事物 然后不断的提炼 思考 最后呢 在产生的 那这个是一个智慧 人的思维过程 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书上原文所说 故志者之养生也 必顺四时而事寒暑 何喜怒而安居处 结阴阳而调柔刚 如是 则辟邪 不适 常生久事 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什么叫智者之养生 他原来是先看到了 原来呢 这些能够长寿的 听说活了一百多岁 甚至两百多岁的这些先贤们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他们能够顺应自然界的变化 不像我们 我们现在冬天还要穿超短裙 他们说我冬天了 我就要保暖 顺应自然界的变化 顺应这种寒暑的变化 要何喜怒 这些人平时什么 心情很开朗 不会因为一点小事 他就开始 淤淤寡欢 安居处 他居住的地方 不会居住在这种潮湿 阴暗的地方 也不会居住于这种风 风邪很盛的地方 他们有这样的特点 他们能够顺应自时的阴阳的变化 他们能够自己去调节 自己体内的阴阳 那如此呢 则辟邪 辟邪就是致病的邪气 这种致病的邪气 就没有办法来清洗他 那这样的人 他就能够长生 所以这个智者之养生 这个养生的这些话 怎么来的 其实他是看到了有这么多人 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然后他们活得很久 然后他反过来想 是不是我也可以这样生活 是不是我也可以按照这个规律生活 那这就是我们原文401段 所讨论的内容 人的生命 跟人的精神 尤其是人的思维意识活动 人的精神思维意识活动 它的一个过程 智者的养生过程 那么我们就自然而然要想到一个问题 人的精神思维意识活动 这么重要 它跟我们人体的疾病 有没有关联 会不会影响到 或者说对我们的疾病 产生什么样的 负面的 正面的 各种各样的影响呢 那接下来呢 402段原文 就是内经当中 他所认识的情质与疾病的关系 我们先看原文 事故 触替思虑者则伤神 神伤则恐惧流营而不止 因悲哀动中者 结绝而失声 喜乐者神淡散而不藏 愁忧者其闭塞而不行 慎怒者迷惑而不治 恐惧者神荡荡而不收 这里 他用了一些情质的变化 然后呢 后面来说明了 这些情质的变化 会引起人的哪些疾病 身体的伤害 那这里呢 我们把它统合而来看呢 尤其是结合着下面一段 那我们看下面一段 心处计思虑则伤神 神伤则恐惧自失 喜仇由不解则伤意 意伤则闷乱 甘悲哀动中则伤魂 魂伤则狂妄不惊 费喜乐无极则伤破 破伤则狂 狂者亦不存人 慎 慎怒而不止则伤智 智商则喜望其前沿 妖极不可以抚养屈身 那这一段跟前面一段相配合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这里头所说的 秦智的过度对人的伤害 他不是伤害人的肉体 这么简单 他主要是能摇动五脏精气 损伤五脏 所以呢 他主要是能够摇动五脏精气 损伤五脏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两段原文 按照五脏来分类 那接下来呢 我们PPT上面其实就按五脏分类 我们一脏一脏的来看 第一个 触替思虑者则伤神 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 那余之相对应 后面一段呢 是心触替思虑则伤神 神伤则恐惧自私 破窘脱肉毛脆色妖死于东 我们先看什么叫触替思虑 触替思虑就惊恐不安 心中惶惶不安 那古人经常形容 这好像如人将补之 就像逃犯一样 那这个人 他心里头始终很慌张 那你看逃犯走在外面 他看每一个人都像便衣警察 这就是什么 触替思虑 这是一种忧思 那这种长久的情况呢 他就会伤人的神器 那所以你看这个逃犯啊 他总是很恐惧的 这是心里头很恐惧 然后久了以后呢 曾经我们看到过有一则案例 说有一个银行里头的 好像是个行长 然后呢 他卷款出逃了 隐姓埋名 在山里头辗转了四五年 结果等到他再出来 他自首了 为什么呢 他说受不了了 人一看 这个人已经完全变形了 原来行长 大家都知道 他比较胖的 结果呢 现在变成一个瘦的了 这就是什么 恐惧自私 这个就是由于过度的恐惧 这个精气呢 不断的耗伤 这是个精气的自己的耗伤 所以严重的情况 他会出现流淫不止 那么流淫不止啊 男子就是一经不止 女子呢 可能是代下不断 代下量多 那这是严重的 最严重的情况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人到后来什么 全身没有大的肉了 尽管他有钱 但他吃不下去 就是破囧脱肉 囧 就是我们所说的 身体的大的肌肉块 那大的肌肉块都已经破败了 肉什么 身上没什么肉了 那肉已经消了 毛脆色腰 皮毛都憔悴 面色肤色都已经开始出现了 枯败之相 我们知道 人的面色和人的毛发 这本身就是精气外滑于 精气滑于外 荣滑于外的表现 所以当这个人出现了毛脆色腰的时候 其实就暗示着精气已经亡失 那精气的亡失 所以他在冬天 那为什么是冬天 因为心为火脏 那么他受克于冬 所以呢 冬天的水 这个时间是心脏 这种病人最最难过的时候 那因此在这里 他是死于冬 我们接着再看 甘 因悲哀动中者 结绝而失声 甘 悲哀动中则伤破 则伤魂 魂伤则狂妄不惊 不惊则不正 当人阴梳而鸾鸡 两斜骨不举 毛脆色腰死于丘 当这个人过度悲哀 摇动中气的时候 会导致呢 精气结绝 而丧失了生命 那他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魂伤 魂伤的表现是什么 狂妄不惊 惊在这里 是指不正常 这个人精神就不正常了 这个人精神不正常 则不正 那这里呢 呃 不惊则不敢正当人 我觉得这样解释更好 这个人精神不太正常 这个人呢 他的精气 其实已经解决 因此 他就不能去跟人正面的交流 啊 所以呢 这个人出现的阴梭 阮经 这都是干经 绕阴气 干经 啊 干 荣养一身之精 所以当干中的精气 结绝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 阴梭 阮经的表现 两邪 亦是 干经之所行 所以邪骨不举 那这些都说明 干中精气不足 什么原因导致的 过度的悲伤 那到后期 他也出现了 精气 结绝 毛脆色腰 因为干属木 所以呢 金刻木 所以在秋令的时候 他的病情就会加重 甚至死亡 啊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下课 我们刚才呢 讲了情之过度 讲了两个 一个是心 一个是干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肺 我们来看肺 内经当中怎么说的呢 喜乐者神淡散而不藏 肺喜乐无极则伤破 破伤则狂 狂者义不存人 皮革桥毛翠色腰 死于下 神淡散而不藏 因为过度的喜乐 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当你过喜喜乐过度的时候 你的精神就不能够聚集 我们都知道两个两队人在拔河 结果有一队呢 讲了个笑话 一讲笑话什么 气就散了 然后就输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喜乐这件事情 是让人的气形缓的 是让人的气形好散的 所以过度的喜乐就伤人的破 那这样的人出现的病症是叫狂症 什么叫狂啊 义不存人 我们说这个人眼睛里头没有人 他看不到别人 全部是以个人为中心 那这是肺伤 是由于过度的喜乐 伤了人的肺的精气 过度喜乐伤了人的肺的精气 到后期 因为肺溶养一身之皮毛 所以呢 皮革瞧 肺中没有足够精气了 那到最后 又是精气枯竭 毛脆色腰 所以死于下 接着我们来看 愁忧者 气闭塞而不行 这跟什么有关 每天担着心事 每天都很担心 愁忧 导致了气血呢 闭塞不通 那这种气血闭塞不通 跟人的脾就特别有关联 所以我们说 有心事就吃不下饭 这吃不下饭就跟脾有关了 脾一愁忧而不解 则伤意 意伤则闷乱 四肢不举毛脆色腰 死于春 那这里呢 由于他过度的愁忧以后 所以他就整天什么 胸闷 那我们看 呃 灵妹妹说整天捧这个胸 哎呀 不舒服啊 胸闷啊 四肢不举 那时间久了以后呢 脾不能溶养四肢的肌肉 肌肉得不到溶养以后 就出现了四肢无力的表现 那再往后 时间再久一点 精气枯竭 毛脆色腰 那因此呢 死于春 我们再看 慎怒者迷惑而不治 恐惧者神荡胆而不收 这个跟什么有关 跟慎有关 那慎怒者迷惑而不治 我们很容易理解 当人发怒的时候 脑子是不清醒的 所以我们说发怒的时候 你不能做任何决断 为什么 迷惑而不治 你说这时候脑子里头 各种各样的事情是迷惑着的 你是不正常的 那这个 那因说跟慎有关 慎慎怒而不止 则伤质 则伤则 则喜望其前沿 腰疾不可以 屈身 毛脆色腰死于迹下 就由于你过怒了以后 会伤了你的质 而伤了质以后呢 容易忘掉 这个 记忆力会减退 因为 因为圣 之辅 在什么 腰 腰为圣之辅 因此 腰疾不可以 辅养 他不能往前 辅 也不能往后 养 这种屈身都不行了 这关键原因 是圣中精气不足 那 圣中精气不足 毛脆色腰 因此 到后期呢 慢慢慢慢的 就死于迹下 迹下也就是 长下的时候 那我们都 这个我们都很容易理解 这个人 圣气不足的时候 记忆力很差 腰疾不能举 不能举 那这些都是 在这一段里头 他认为跟圣怒有关 那跟恐惧有关的是哪一个呢 跟恐惧有关的 我们看 书上这一件原文 说的是 恐惧而不解 则伤金 金伤则骨酸 伪绝 金石自下 由于过度的恐惧 神荡荡而不收 神 人的这个精神 因为恐惧 他不能安在里面 所以你看这种 有恐惧的人 你轻轻拍他一下 哇一下 吓一跳 甚至心脏病发作 这种什么 荡荡而不收 心气 不脸 慎中 人的精气 不能够内脸 那 他的表现 伤人的精气 因为人的精气 不能内脸 而耗伤 所以呢 腰 浑身骨头 酸痛 尤其是吸 腰 他说 腰酸 吸软 然后出现了 伪症 绝症 这类的表现 金石自下 可能这个病人 还有经常性的 这种 医经啊 这种表现 那这都是肾的 所以 这里头 他讲了 各种各样 情质变化 跟人的武脏的关系 大家发现没有 这里这些变化 跟武脏的关系 跟我们常讲的 武质 情质 跟武脏的关系 有点不一样 我们一般都说什么 这个 心 心 在质为喜 肺 在质为悲 脾 在质为丝 肾 在质为孔 肝 在质为怒 但是在这一段原文里头 在 本神这一篇里头 他所讲的 他把怒 孔 都放到了肾 他把触替思虑 这种忧思 放到了心 他把喜乐 跟肺联系在一起 那也就说明 在古代 其实 他观察到 并不是所有的 情质的过渡 都一定 按照我们很机械的 五行的这种 五行 五智 五脏的关系 去产生 去产生影响的 而是什么 而是说明 情质过度 它确实会引起 人的精气的 耗损 确实会 摇动人的 五脏 那 这里 其实就给我们 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理解 神 和 行的关系 另外一个角度 来理解 精神疾病的 发病 他的这个方 对身体的疾病的影响 不一定完全是 按照五行的角度的 那 这一段 这一段呢 在最后呢 有一句话 叫做 事故 五脏主 长经者也 不可伤 伤则失守而 应虚 应虚则无弃 无弃则死也 说明什么 五脏 这个神器 能够内藏 这个精气 能够内藏 这二者之间 是有很密切的 关系的 这里 五脏主 长经 五脏 他是长经的 那不可伤 那什么原因 会受伤 前面已经讲了 因为悲哀过度 因为慎怒不止 因为恐惧 因为呢 淡散喜乐 而淡散不藏 所以 因为他的过度的情质 导致了神器的耗散 所以进一步导致了人的精不内守 精不内守 则因虚而无弃 无弃则死已 五脏 五脏精气都浩劫了 所以什么 人就死了 因此 这里 他是不是又回到了前面所说的 事故用真者 察官病人之态 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 得失之意 无辙以伤 真不可知 是不是 就是我们前面说 凡次之法 必先 本于神 一定要先 本于神 当你的神已经耗散了 这个精气 他也就随之耗散 你就没有办法去治疗了 因此呢 这一段 他着重就在强调了 精神的 勤制的过度 他会引起 心体的 精气的 损伤 那么反过头来 我们临床上会发现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有很多病人 心脏病人 整天都说 哎呀 你看心脏病人都很喜欢叹气的 然后呢 好像都很消极的 他总是觉得呢 心里头不舒服 心脏病的 抑郁症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那除了心脏病人 其他的病人 我们发现 很多很多病人 他都有这样的表现 有的病人 我们说 这个人怎么肝活那么旺 他是肝脏的问题 所以 勤制的变化 会影响到五脏 反过来 五脏的疾病 也会影响情质 那也就是我们403段原文所讨论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 肝肝藏血 血舍魂 肝气虚则恐 食则怒 匹藏银 银舍意 匹气虚则四肢不用 五脏不安 食则腐脏 金手不利 心肠脉 脉舍神 心气虚则悲 食则笑不休 肺肠气 气舍破 肺气虚则鼻色不利 少气 食则闯喝 胸淫养息 圣藏经 金舍智 圣气虚则绝 食则脏 股脏不安 必神五脏之病行 以知其气之虚实 进而调之也 大家看 我们把原文先梳理一遍 肝中藏血 这藏的血 是魂能够安于肝中的很重要原因 因为靠着这个血来乳养人的魂 来养人的魂 所以肝藏血 血舍魂 如果这个人血不足 他就会什么 他就会出现魂不安宁的表现 所以肝藏血 血舍魂 有的时候我们刚才讲梦寐游离者 魂之相也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有些病人 晚上说我梦很多 他有可能就是肝不藏血 肝血不足的表现 肝气虚则恐 食则怒 这个病人呢 他有恐惧的情况 可能是肝气不足的表现 那如果是肝阳上抗 肝气很旺盛 那甚至呢 就我们说食的症状呢 他就出现了怒 所以我们说怒发冲冠 这是肝气过度的抗张的表现 肝舍 肝藏盈 盈舍益 肝主人的盈血 肝 他像化生人的气血 而益呢 这种思维活动呢 他就藏于 舍于 肝中 所以肝跟益是有关的 那当肥虚的时候有什么表现呢 气虚则四肢不用 那很显然的 脾气虚以后 气血不能荣养四肢 所以四肢不用 五脏不安 你为什么脾虚会导致五脏不安 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 最重要那个观点所说 脾胃 尤其是什么 水骨之化缘 水骨之海 气血之化缘 是五脏六腑气血的 精气的主要来源 所以当脾虚的时候 它能引起五脏不安 也因此我们把脾 称之为后天之门 那我们每天能够五脏安定 很重要一点就是脾能够 源源不断的化生精微 它把水骨之气化生人体精微 容疆五脏 五脏就安定了 当脾食的时候 这是指脾气 脾食渐运 脾气呢 淤质 所以出现什么 腹胀 肚子胀啊 脾气不通嘛 筋手不力 筋手 那我们就是指小便和大便 就二便 那也有呢 说是包括人的月经 那这个我们可以根据注解二 来看一下 注解二呢 主要是指 我们一般认为就指二便不利 但是呢 杨上善认为呢 经是指女子的月经 有一定道理 当脾气庸实不通畅的时候 二便也就音之不通畅 月经也有可能受到影响 那这灵图上也是说得通的 心藏脉 脉舍神 心足血脉 人的神藏于心中 是由血脉 血缩阳 心气虚则悲 实则孝不休 当心气虚的时候 那就容易悲伤 所以一般讲起来 我们临床上看的很多很多心脏病病人 他们大多都是什么 很多都是心气不足啊 我们说什么 心动脉 这个冠状动脉 缺血 都是缺血性的改变居多 所以很多都是心的气血不足 所以他的表现就是悲伤 抑郁 这个肯定常非常符合 实则孝不休 孝不休 我们真的 看得很少 比较少 实则孝不休 当心气过分的 庸实的时候就出现了 患者孝不休的表现 肺肠气气舍破 肺中 他主一身之气 破 也就是说管人的这种生命活动的 是藏于肺中 当肺虚的时候 肺气虚的时候 那呼吸就不利 所以呢 鼻子有点色 有点呼吸不畅 少气 这个人总感觉什么 气不够用 那都是肺气虚的表现 如果邪气雍实 肺气不畅 肺诗宣素呢 就出现了气喘 呵呵有声 胸满 这就是胸盈 养息 要什么 这种养面的呼吸 这种都是肺气雍实的表现 肾藏经 肾中 肾足水 藏五脏六腑之经 那经所致 所以人的志向 就跟你和肾中所藏的经有关联 当肾气虚的时候 容易出现绝症 那我们后面呢 还会讲到绝症 那我们内经当中讲 什么是绝 主要就是早期出现手足的 这种绝冷或者绝热的症状 到后期呢 出现腐胀或者呢 昏厥 这样的一类病症 把它称之为绝 那这肾气虚 肾阳虚肾阴虚 就导致了 这个含厥和热厥 实则这样 如果肾气雍实不行的话 那全身就出现脏的表现 五脏不安 大家注意这里说又出现一个五脏不安 为什么 因为肾中所藏的经 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 肾为先天之本 是我们先天经气和后天经气所储藏的地方 所以当肾中精气出现异常的时候 五脏精气都不足 所以又会出现五脏不安 所以他后面讲 毕神五脏之病心 以知其气之虚实 你要了解五脏的情况 你来够 你才调节他的虚实 那来进行治疗 那么对于这一段的理解 大家讲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我们说五脏疾病能够影响到神治 但是你仔细读一读原文 他好像没有 所有的脏的疾病 没有都讲到神治的问题 那这中间有两个脏跟情治的疾病变化 关系最为密切 是哪两个脏 我们看 是什么 肝 肝气虚则恐实则怒 那恐和怒是跟肝有关 还有一个呢 是心 心气虚则悲 实则笑不休 所以悲笑跟心有关 那我们所以在今天临床上面 我们在治疗神治疾病的时候 我们往往就从心肝论治 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情治的变化 这种精神的疾病 跟心肝的关系更为密切 那第二点请大家注意的就是 我们这里讲到了 两个脏 特别重要 能够引起五脏不安 那就是脾和肾 一个是先天之本 一个是后天之本 那这两个脏 它们的病变可以影响到五脏的病变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 进一步就引申出来 五脏 它不仅仅是藏经气 它还很重要的是藏神气 所以我们在中医的理论里头 把五脏称为五神藏 五脏的这种活动 它就决定了人的五神的活动 那我们看是不是精神情治的改变 可以影响到五脏 五脏的疾病又会反过来 影响到人的精神情治的状况 所以呢 人的五神的这种活动是以五脏为基础的 那五神的状态 它可以反映五脏的精气的情况 因此行和神之间是有密切的联系 行可以伤 行病可以伤神 神病也可以伤行 那用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我们今天越来越认识到 人的心身疾病 心和身 这二者之间呢 是统一的 心理的疾病可以影响到身体 身理的疾病可以影响到心理 所以现在我们越来越认识到 在临床上很多疾病呢 我们不能光去治疗这个身 而且要注重这个心 也就是行和神 这个神 这是我们临床上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一定要注意的 你治疗疾病不单单是把药开下去 治疗他的心体 你要知道他的精神状态 对他的心体呢 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你要去跟病人聊几句话 你要去跟病人疏解一下他的心情 那这时候 你的药还没有吃 病人的病情可能已经减了三分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所说 林书本神所给我们的提示 各位同学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